英国用事迹行动证明 不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肉 阿根廷没有绝对实力 很难完全夺回八岛 曾经的日布洛帝国的确开始西洋西下了 最近英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 将放弃查克斯群岛主权 并移交给毛里求斯 不过作为交换 英国强调 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基地 必须保留在查克斯群岛上 目前英国和毛里求斯已经达成了协议 美国声称这是历史的协议 他们对此表示赞赏 很明显毛里求斯没有能力对抗美国 明面上英国归换查克斯群岛主权 但实际上是相当于移交给了美国 让美国暂时帮自己来保管 英国暂时放弃查克斯群岛主权 显然也是和他们自己的尴尬处境有关 现在的英国不仅果节破产 还深陷俄欧冲突和巴异冲突 航母也要出售 新克力交C大型核电站也要烂尾 明年一半的核电机组要退休 能源危机的阴霾笼罩在英国人的头上 最后两座炼钢炉倒闭 英国将成为唯一不能用原材料炼钢的G20成员国 印度也是虎视眈眈 寄予英国的五常职位 认为英国已经不配坐在那里了 自家的英格兰 北二兰也在闹独立 总的来说 英国现在的确没有太多精力 去和毛利丘斯争夺 查克斯群岛的主权 唯一的好消息是 自己和美国在这个岛上有军事基地 留的青山寨不怕没柴少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许也能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 为什么一边呼吁英国归还马岛 一边又不但向美西方国家靠拢了 说到底 米莱大概率也是看出了英国的窘境 当然了 米莱也不认为 仅凭阿根廷自己就能让英国妥协 不然之前也不会说要把美元 作为阿根廷唯一的货币 几乎是把阿根廷的经济命命 交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归根结底 米莱还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 从这次英国和毛利丘斯的协议不难看出 英国即便把肉给吐出来 也是十分不甘心的 还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什么东西 又或者让美国帮自己来保管 为的就是方便以后自己掘起了 直接卷土重来 抱美国大腿同样是米莱的选择 通过美国融入西方的圈子 在英国最虚弱的时候 拿回马岛的主权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虽然最后英国可能同样会同美国在马岛留下一些东西 但对米莱来说 只要明面上马岛的主权归属于阿根廷 那么他自己就比历见阿根廷总统优秀 不过米莱有一点错的很离谱 那就是他不该把马岛比作香港 之前米莱居然声称 英国应该想归还香港给中国一样 把马岛归还给阿根廷 大家知道香港和马岛本质的区别是 英国无法在香港身上种下罪恶的种子 英国军队只能乖乖从香港离开 但马岛不同 瘦色的骆驼比马大 英国即便已经大不露从前 但是对付阿根廷还是绰绰有余的 即便英国后面暂时把马岛主权交给了阿根廷 但现在事实证明 英国军队不太可能离开 这个世界终归还是靠实力说话 你拳头硬 别人才会彻底断掉念想 某种程度上来说 米莱可能是在欺骗阿根廷人 让他们以为 马岛会向香港回归中国的方式回归 但是以阿根廷目前的实力 和米莱仅靠美国的政策而言 注定是不现实的 最多只是拿回一句空壳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